来关心四肢瘫痪的嘉义女童许许 身体复原的状况越来越好了 现在呢她不仅左边的肩膀能够稍微的移动 甚至还可以唱出在发生车祸之前 和阿公学的台语歌曲 虽然是有些吃力 不过已经让长期陪伴在她身边的妈妈相当感动 寻寻用稚嫩的声音唱出在发生车祸前 跟阿公学了台语歌 妈妈说妻妾病患通常连讲话都很困难 没有想到勇敢的寻寻 病情会有这么大的进步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寻寻的左边肩膀竟然动了一下 试试看 给它动一下 真的真的 四岁的寻寻去年一月发生车祸 四肢瘫痪必须住院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 现在气色不但越来越好 还可以跟着家人到处走走 我们有送肩到卫福部的人体实验 可以帮助她可以恢复得越来越好 至少看她还在进步的份上 希望给她一个可以好起来 可以治疗的机会 寻寻坚强生命力的故事 让许多网友相当感动 家人的陪伴 也让寻寻成功度过五处难关 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记者赖声红李思前 嘉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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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